万人之敌 项羽家中世代都是楚国的名将 因封地在项城 因而姓项 项羽小时候 读书没有什么成就 又开始学进术 也表现平庸 项羽是他的生父 对此很生气 便对他说 你什么都学不好 真没出信 项羽反驳道 读书师子也只是为了积极性命罢了 剑术学习好了 也仅能对付一个人 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想学的是能够敌万人的大学问 项羽听了项羽的这番话后 觉得他很有报复 便开始教他兵法 项羽对学兵法比较感兴趣 但是他研究的并不深入 忽视了许多细节 只注重大的方面 但是总的来讲 经过研习兵法 他的作战才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有一次 秦始皇巡游来到了快进 车架浩浩荡荡 场面十分壮观 引来了许多百姓未观 项羽和项梁也在一旁观看 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 维言盛大的场面后 他指着秦始皇说 我将来可以替代这个人 他在心里默默地 树立了自己远大的目标 他觉得自己将来 也能成为以待君王 项羽听到后十分惊讶 慌忙地捂住项羽的嘴巴 但是对于项羽能有如此远大的抱负 也感到很欣慰 便开始更加尽心地教导他 并暗中积蓄力量 不久 陈胜在大泽香起义 项羽和项梁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也在会计举兵起义 历史之间战火风飞 局势动荡 项羽勇猛善战 率领的起义军屡次获胜 他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就成为了一代霸王 中华城于小课堂 正读 万人之敌 是意 通常指 常于兵法 善于统帅军队 以抵御众多敌人 一指武艺高强 可敌强敌 出处 喊 司马迁 实际 项羽本计 用法举臂 张飞 关羽 勇而有意 都是万人之敌 实在是 不可多得的大将 面对 上约 落下 苗 承邂 异 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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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